前一阵子高丽菜的菜价崩盘 菜农的损失可以说是相当的惨重 因此新北市议员陈宜君就特别订购了50箱的高丽菜 来赠送给新北市社会局文三社福中心高关怀的弱势家庭 希望弱势朋友们能够在年节前可以收到满满的温暖 而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帮助菜农 让他们也可以安心过个好年 高丽菜因为量产价格大跌让菜农叫苦连天 想因新北市政府号召大家多多采购高丽菜 新北市议员陈宜君也订购了130箱 由于年关将近因此陈宜君议员特别将第一批到货的50箱高丽菜 自送给弱势家庭 民众收到了一颗颗饱满的高丽菜心中充满感谢 对我们这些比较弱势的家庭 然后米也发很多这样子就 就不用再花钱去买 然后这样子 米跟高丽菜 你滚了一颗 让你们这些帮助你感觉如何 真有暖 陈宜君议员表示除了高丽菜 另外还有企业爱心捐赠的750公斤白米 全部都将分赠给新北市社会局 文山社福中心高关怀的弱势家庭 希望让这些弱势朋友们也可以过个温暖的经济年 从这个礼拜一到星期四 当然希望尽快 因为这是新鲜蔬菜 那在梅合就是我们的瑞哲企业 请他出资 因为他有就是买白米 包括白米跟蔬菜呢 我们在这个礼拜呢 请我们文山社福中心 他勾集相关的高关怀的家庭 请他们来到我们服务处 领取这样的温暖的爱心 陈宜君议员也拜托大家 在采买年菜时不要忘了清脆香甜的高丽菜 不仅可以照顾家人健康 也能够帮帮辛苦的菜农 让大家都能有个开心的农历年 记者声评 咱们齐新店采访报道